6-1 奥沙利文开门红 横扫世界第17 对手绝望 北京时间1月11日 斯诺克大师赛16进8淘汰赛 奥沙利文6-1横扫利索夫斯基 晋级8强 接下来 奥沙利文的对手是尼尔·罗伯逊 这是世界第三和世界第四的对决 这场比赛 奥沙利文开局慢热 但很快火力全开 世界第17利索夫斯基的信心 直接被打崩了 本次大师赛至今 这是场面和比分最悬殊的一场比赛 本次比赛 奥沙利文是夺冠热门 毕竟 他7次拿到大师赛冠军 堪称该向赛事的超级赢家 此外 两位中国选手严炳涛 赵新彤都出局了 并且都是尴尬的手轮游 显然 中国斯诺克的两位年轻人还要磨砺自己 奥沙利文手轮对手是利索夫斯基 比赛开局 两人状态都一般 相互送机会 奥沙利文84-24先赢一局 但利索夫斯基单该104分扳回一城 此后 比赛被奥沙利文彻底掌控 单杆86分和63分 奥沙利文3比1领先 比赛进入中场休息 第五局 奥沙利文单杆127分 4-1 这么打下去 比赛会结束很快 利索夫斯基脸色已经不好看了 他意识到 此意 他状态不佳 不是奥沙利文的对手 第六局 奥沙利文单杆64分后失误 全场一片哗然 利索夫斯基拼了 甚至打出了精彩翻带 连得38分 利索夫斯基进攻红球未果 给奥沙利文留下机会 最终 奥沙利文长台进攻红球得手 利索夫斯基没机会了 95-42 奥沙利文大比分5比1领先 拿到赛点 第七局 奥沙利文率先上手 最终取胜 6-1 奥沙利文轻松晋级 场面一边倒 接下来 奥沙利文的对手是尼尔·罗伯逊 后者6比3击败迈克吉尔 过往 罗伯逊拿到过2012年大师赛冠军 奥沙利文则是7次夺冠